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房子越盖越多 盖到住家和公墓只隔一条道路 大门打开 普遍遭闲雾的公墓就在眼前 也难怪里长们会常常接到投诉 因为你现在走过就是看到梦子 像现在大人早晚了 差不多到五点 光阴走 光阴走 梦子在啊 光阴走 心理 心理关系好像说看这有够结果 十多年来 南山公墓周边的里长联名陈勤 要求市政府分区清理南山公墓 市政府也以靠近住家的墓地为优先 一块一块逐步迁造 改建成公园 你看 公园人也都已经走到这 他这个公园了 以前也是没了 现在全部都要求了 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让这个分区分担 除了便利到有钱了 到时候我们才来求了 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西门路已失 永城路已斩 对于居民来说 他们非常希望他们的居住环境 获得改善 希望打开门 不会是这样混乱的一个目的状况 那文史工作者就很怕说 这些史料门会受到伤害 政府有点是夹在中间 已经纳入规划 但还没有签葬的区块 售地卖屋的广告招牌 已经先立起来了 这是台南市南区的居民 所期盼的发展吗 像我们那些公园 那些现在也在家 那些我看那些人来看家 就对了 那看 那整个都没有了 对不对 我都不敢买 那些现在去20多斤 买到一两斤而已 政府需要带 要发挥那些 所以说一遍 现在公务房子住不完 落那些 买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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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觉得家属还是比较重要 不要关键一点 都市扩张的关系 很多还是后来的人 我觉得从后来的人去赶走前面 这些设施 这样的角度来 似乎也是 不是那么公园的 来 我们来看后面这块墓碑 这一块也是被打掉的 你来看这片年代 应该是盗光八年 对啊 有没有超过五十年 超过 请问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这就是答案嘛 而且这一块很有价值 这一块有可能是 失业种那种绍兴师爷 就是这一块是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墓碑 然后他就被撒在这边 2019年年初 市政府切开南山公墓 披荐衔衔新督路的大陆工程 计划内的坟墓 期限内没有自主牵葬的 包括百年以上的古墓 可能攸关反清运动 移民族群武装冲突或者疫病 等等先人大量死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而被一同埋葬的 多做万善同归 俗称的万人种 也都在没有执行文资价值 评估之下 由市政府统一发包 全部移除 台湾近代发展史的线索 可能就此消失 因为后来我们从里面拿出的陪葬品 远到有名利的永利钱币通宝 所以我们合理的推断 这个可能是明清那时候的大型一种 它里面的先人的海骨 还有它的陪葬品才会那么丰富 而且年代那么久远 那这件事我们也有跟文化局的文资处通报 可是它也没有来处理 整地过很平 当时候古物猎人他们就是在这边扫 就扫到钱币 或是扫到下面有 他会拿小铲子那种出来挖 他觉得不重要就丢回去 他最重要他就会放在小包 就是那个照片上那个样子 都市发展的方法 不该只是抹去过去的历史 以前可能在都市边陲 的那个贤务性的设施 用推土机的方法 把那个历史拿掉 我觉得城市的发展需要居民 需要民主的讨论 那我觉得民主的讨论 让都市很多的建设发展 充分的讨论 这才是最重要最可贵的 而不是急速的发展 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们会找这些做这些公民对话的专家们 等于是协作的这些专家们进来 希望把这些 不管是文史工作者也好 在地的居民也好 或者是像我们这些 政府的工作的人员也好 我们可以形成一些讨论的平台 让大家来谈说 那所以我们对这里 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愿景跟期待 台湾纠结许久的文资正义 包括古墓群 最难解开的点一直是 为什么要保存它 为什么要保存它 你如果看他们这个有什么公文 他们这个有什么文化 这都叫苏林 这都苏林种的 以前有一个村民的人 他的祖先的梦 他这都没有 台南市政府要开地方政府之先 把公民审议纳入南山公墓的决策中 学者建议该走的第一步 是要有全面的文资调查 南山公墓和台南人 甚至和所有生活在台湾岛上的居民 到底有什么切身的历史连结 第一个是你怎样去看待这些土地上 所累积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调查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样子 要全面的调查 那告诉人家它有什么样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就是我刚刚讲 都市发展了一环嘛 那接着才是民众的讨论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值底下 拆 要签 还是要保存 我觉得这个才是做的方法 第二步 台南市政府得先评估好需求 端出包括新办内容 预算 用地必要性 等等详细的殡葬专区计划 才能够说服大多数的市民展开对话 以免落入先射箭再画把的正义 它的开发指的是殡葬专区 所以它anyway它都是做目的 anyway都是做殡葬专区 只是它长成什么样子的殡葬专区而已 就是它是维持现状的 还是经过整理现代化后的 比如它不会变主宅区好吗 还不会变商业区好吗 它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一个殡葬专区 那我觉得这个信任感 倒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 目前好像只有把它 化成一个土地使用分区这样而已 里面的细部都还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 你对于殡葬的方法行事区位 乃至于政府的花卉 都应该要仔细考虑的 你要把把设好 然后把目标设好之后 那你再去安置这些所有的设施 这才都是计划的方式 这个在平常时 你如果没有来这里掏草 草都差不多超过人 登革路 对 登革路 都平得多 全世界有人说 人家住在家 比人家的房间这样 除了习俗上的忌讳 公墓常被诟病的是公共卫生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这样沿途 就可以看很多垃圾 就是一看就在人家乱丢的 尤其像这种失业废弃物 最明显就是有厂商拿来丢的 我大概将近一个礼拜前 就看到他们了 然后他们就让这些东西 遗留在这边 然后你看来来往往的人 看到木 然后看到这些垃圾 然后他们就觉得 木跟肮脏 脏乱 就画上等号 然后当然就会觉得说 这处置了后快 比较大的问题 反而是环境卫生的问题 不见得是轻移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环境的建构上 然后更让这个地方 环境可以更好 那我觉得让这个环境 更好的前提 才是重点 而不是只是要很快速的 处理土地现代化的问题 走不过去了 这里有木了 往里倒会打扰的 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 副教授邱玉文 穿过相片墙的小叶曼泽兰 他一不小心就被倒沟刺出 血来的美洲寒羞草虫 那个跟你要镰刀 过得来 这样子可以了 南山公墓 这处小山丘 是逐溪支流的源头 脚底下有潮湿的挖地 和干净的溪流 也是台湾特有种 台湾南海溪泄的家 这个洞就是了 这个洞就标准 在这个地方 它原来是有一个草梗稍微遮着 所以会压出这一条线 那这个洞大概就是 南海青溪蟹的洞 曾经普遍气息在山沟土蹄 或是农田沟渠里的台湾南海溪蟹 因为农药和河川污染 只剩在中南部有少数的记录 平时不太有人来的南山公墓 意外地帮南海溪蟹 维持住一个健全的漆地 南海溪蟹可说是 逐溪的代表性生物 你就会发现火烧山完之后 原来整个植被 长得密密麻麻的 这些溪蟹不好住的时候 它把它烧空了 那把整个漆地空出来 然后烧掉的植物草灰 就会变成是养混 然后整个空旷的漆地 就会让这些漆蟹 有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来这边住 然后像这种人的扰 适当的人的扰动 反而就跟这些自然的环境 跟这些漆蟹的生活史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随着公墓逐步牵涨 逐溪第三期整治工程 也即将进行 水泥化工程 将延伸到南山公墓周边流域 这个是流泉 都市边缘 还帮有浅山丘陵的自然环境 也可能默默消失在 都市扩张的梦想中 尖上有热的这个是塔拳 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小溪 通常就会有 洗潢干净水域的一些螺 然后呢 其实晚上来你会看到 一定会有萤火虫 然后呢 我们就会在这边看到 溪流里面还会有鱼 然后就会看到 翠鸟会在附近徘徊 那其实它就一个我们 像这个我们说的 里山环境的一个物种 我觉得环境调查反而不见得是 这次文史调查可以做得到 包含绿色都市狼带里面 那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墓地其实也有这种功能 它本来就是一个人为 比较干预比较少的地方 在都市里面 所以它有生态的价值的功能 那这个写的话 是我曾祖父造语的 是这种很特别的书法 特别粗 所以以前我还以为 他是用那个 那个木头沾着墨去写 他怎么写这字 现在大概也没有人 没有人够写得出来 那罗祖父也没有办法写 虽然殡葬专具计划 因为执行文资价值评估已经暂停 但是市政府要求自主签帐的公告 并没有撤销 台南文台领袖赵云石的后代赵医师 因为已经完成申请 只能无奈地以规定签帐 那天也无奈 因为工人都已经请好了 我们殡商的管理所 也派人来照相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 征住户的班圈 赵云石沐上刻有四爪龙 代表的是宋太祖赵匡印的皇族 魏王的后代 护龙上也留有俯成一代文人 洪荒 洪铁涛的诗词 所幸在地上台南及时告知 这座珍贵的古墓 才没在文资价值评估完成之前 就毁在自主签帐的公告之下 那就是在当天我在坐高铁南下 刚好就碰到他打电话过来 要我们保留那个部 那我去杀印的 一般我们墓 如果你取决千丈以后 你那个墓碑一定要敲坏 因为它是台湾的西史 那个我们有三分六破 如果你墓碑不把它敲坏了 三分有一个粉会留在那边 不过我们就想 好啦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们把墓碑保留 整个完整给它保留 2019年年底 南山公墓文资价值评估 还在进行的同时 新都路透宽工程已经开始了 一样没有文资价值评估 一样交由灌手一产一产挖厨 不要去破坏掉 你需要你要去耕死人争地 那个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那里面还有 我看至少有七八十个墓 都是相当有保留价值的 不是只有我增足这个墓碑 我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是 你在平常就可以走进 那个墓地里面去野餐的 平常你有心事的时候 就可以走进你的祖先的坟上 去跟他讲讲话的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做成一个 值得台南骄傲的计划 他要成为台湾 一个典范的公墓改善计划 不是只有墓地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很多 早于都市计划 人们所寄居在 那个都市核心周围的那些 到都市来打工的那些居民 都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 台湾核川地的原住民住宅 也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不能只是很简单的 把它们清除而已 按着都市扩张 那种伟大的理由 然后来告诉居民 你要牵走 公墓 有人把它看成是 都市发展的毒瘤 但它也是 传承我们血脉的先人 安眠的所在 如何从无言的地底下 发掘出过往历史的脚印 来远望未来城市发展的样貌 南山公墓的讨论 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或许也是最后的机会 南山公墓所保存的是 非常多元而复杂的 多重文化遗产 这些东西要处理起来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 你要花更大的专业和资源的投入 我的建议是 我们应该慎重的 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 为我们下一代留下来 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责任不是发掘 不是毁掉它 而是为台湾的后人 保存重要的遗产